说起今年的全运会 相信大家认识了一位国评小将 那就是王曼玉 而王曼玉并不是一个新人 他很早就进入了国家队 可惜的是 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中 王曼玉仅仅只是作为替补参加 但是王曼玉的运气非常好 在团体战中 刘诗文殷商无奈退出 然后王曼玉得以展露头角 成为奥运冠军 而在刚刚结束的全运会中 王曼玉的发挥依旧十分出色 他在女团比赛中 以3比0的好成绩横扫尘蒙 更是在后来的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 再次4比0横扫尘蒙 4比0横扫尘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决赛中 以4比0横扫孙颖莎 可以说王曼玉的实力非常强 而后来在采访中 王曼玉并没有表现出自己的优越感 反而非常稳重 他直言赢球的关键在于专注地做好自己 团体还到单打 其实我自己认为并不是很顺利的 虽然我单打方面有一些比分是4比0 但是我觉得每个对手 然后包括过程当中都是非常艰难 也是虽然是4比0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能说明什么 我觉得可能就是在关键球上 一些把握的比较好 但是其实我们的水平没有相差这么多 然后可能这一次自己发挥的好一点 而在赛后我们得知 王曼玉的家庭情况并不好 他能有如今的成绩 都是父亲一个肉夹馍一个肉夹馍供出来的 我们家应该算是中夏吧 中夏 可能我打联赛家里还能有一点好转 我妈就是当时我在黑风浆队的时候 就是来管我 帮我做饭 洗衣服 然后陪我训练这些 所以说整个经济来源都是我爸 她是迈入加盟 当时我们家七号 为了我就是我爸我妈都搬到哈尔滨来 就边陪我边找工作挣钱嘛 她刚来的时候是卖糖 那种自己做的那种花生糖 但是那个是有就是季节的 冬天卖的差点 夏天还爱化 就是很不好卖嘛 后来就想入加盟还能好一点 就是现在一直到现在 就是即使我现在可能经济好一点 但她还一直依然在慢 我也不希望她再继续做了 那么苦 太苦了就是 而在全运会赛后 刘国梁对于王曼玉的成绩 只字未提 没有夸奖 也没有批评 刘国梁的态度 让广大网友直呼看不懂 更表示应该重视王曼玉 不要让她被埋没 而在全运会赛后 王曼玉回家 她的教练肖战深夜来机场接她 帮她拿行李 可以说非常关心她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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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